人生是这样的 什么叫潜力股 我告诉你 它如果在一个上升的行业通道里面 那个行业本身的收入就很高 跟它自己的努力没关系的 一个行业的平均工资标准是 月薪两万块钱 它进入到这个行业是月薪两万 不代表它的能力就高 另一个行业的工资标准就是月薪三千 它在那儿不代表它能力不强 工作一年买个车 什么车呀 全款贷款呀 好多开车人都贷款 我要说的是 我们在生活里面被很多假象都骗了 恋爱当中其实有的是就是个贪字 我不知道你贪这个小子身上什么东西 因为他显然对你不好 其实在你整个的讲述里面 真没有听出来他是怎么对你好 一点都没听出来 考虑吧 不是非要拆散你 好吧 祝你们幸福吧 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真情六十秒 其实我很感动你能够 疯独到你轻炒着 对你这些了 人就有解决了 谢谢费冢 不咳 虽然aza 你 可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来来来来 谢谢两位啊 祝你们开心 请回 快长大吧 孩子们 你们要这样真是 你们的父母看了多心疼你们呀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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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と